早安 天啊我現在0號浮中 現在呢是2024年的1月1號 早上10點多 新年快樂 我現在人在上海這次 上海跨年 我就想說好像很久沒有這樣子 在外面一邊化妝一邊 get ready with me 就醒起來化妝 那幾年前 我有來過上海一次 但那次是因為來工作 所以其實停留時間很明斷 那那一次之後就一直想說 想要再找機會來看一看 就趁這次 飛過來這樣 那我現在先上 哥麗芳曬 昨天我們是去外灘那邊化妝 但是外灘那邊今年好像取消燈光秀 所以有一點點小小可惜 可是就算這樣子 那邊準還是超級多 所以擅長的時候 我就看到超多人 就是想要趕悟 4321 大家就想要發一些訊息啊 跟自己的幸福好友 新年快樂 可是訊息都發不出去 因為那邊人 昨天真的太多了 但昨天 因為擅長的時候人真的太多 所以其實要叫車回饅 也不太好叫 我們真的等了一個多小時吧 前面叫車的排隊人數 應該有300多個 然後我就等一等 等到是100多個的時候 那個人數完全卡住 我後來就放棄 就直接用攔車的 好險沒有我們攔到一台 再順利回到飯店 那回到飯店 其實已經 凌晨三整多了吧 所以就只想趕快洗澡 睡覺 再來一張 我要用這個 雪花秀的珍珠什麼什麼氣墊 然後我用的是柔膠版 可是這顆啊 它的光格還蠻美 雖然說它是柔膠 可是你上妝過的話 它的柔膠並不會霧到 讓你覺得好像皮膚那種 亮亮的光澤都不見了 它還是有一層這樣 薄薄的珍珠光 在你的皮膚表面的感覺 所以還蠻美的 好像有點亮 好 我好像這條暗 底妝就大概完成了 再來要來上遮瑕 遮瑕 遮瑕用這個M-B的 冬天很會喜歡用這個 讓它質地比較潤一點 眼下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卡乾味 然後這次來上海 其實沒有特別規劃說 一定要去哪裡 就是行程其實沒有派好 所以主要就是想說 喔 太快了 然後稍微放一下這樣 但是還是有列幾個 可能就是覺得 喔 一定要去的點 比如說像昨天我們就是去外灘 我們就是真的一整天到外灘 大概是中午抵達外灘嘛 然後就在那邊找一些餐廳 然後閒晃附近的拔貨公司 啊什麼的 商店逛一逛 然後晚上直接在那邊跨面 就行程其實拍的還蠻鬆的 像今天呢 我們的計畫是去浴原那附近走一走 因為浴原好像也是 南上海地方的景點之一 而且也蠻近的 就不用跑太遠 搭地鐵應該就可以到了 所以今天會去浴原附近走走逛逛 而且他們這邊 好吃的餐廳好多喔 我很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們有安排計畫 要來上好了 可以先下載一個APP 叫做大眾點評 上面有很多就是附近 大家推薦的景點跟美食 就不用擔心說 你可能到了某一個地方 然後你突然間要吃什麼 你沒有頭緒 打開那個大眾點評 其實上面就有很多介紹 人家分享文章那小影片都會有什麼 然後你可以順便看評分 甚至它底下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如果你距離那個餐廳比較遠 可是你想要過去 那你又覺得可能搭地鐵不方便的話 你還可以直接腳車到你現在的地方去站 然後直接過去那個景點 或是餐廳 所以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再來先來定妝眼周 用的是這個NARS 有一點藍色 偏藍色的那一塊蜜燈 這塊它可以局部定妝 然後我就全領定妝 因為我是偏黃肌嘛 我就用它定妝 它也會稍微去中和掉偏黃的膚色 我整個膚色看起來會比較明亮一點 不會那麼的辣方感 而且因為我平常就是很喜歡吃辣嘛 喜歡吃一些重口味的東西 所以在這邊有好多就是偏辣的美食可以吃 所以就吃得很過癮 每天都在當白飯怪獸一直在爬飯 其實我平常也很喜歡吃一些有點QQ的麵條 像是半條啊還是冬粉啊寬粉 它們這邊還有一種很寬的叫做粉皮 這邊有好多粉皮可以吃喔 我今天就是第一天到上馬上去吃了一間 還蠻有名的類似熱炒爆炒小吃店 它的粉皮天啊 加上那個酸菜跟辣椒還有肉末好好吃喔 這如果我平常就喜歡吃辣嘛 我喜歡吃重口味的人 我覺得這邊有很多就是那種香辣重口味的餐廳可以吃 然後稍微再換大一個的蜜粉刷 先來定一下我的額頭 那我現在剪了瀏海嘛 所以等下後完妝生裡頭髮我把瀏海放下來 這邊稍微定妝 不要讓那個粉底的油脂比較明顯 油海才不會黏在上面 臉部外側也會稍微定一下 我後來剪完瀏海啊 有稍微體會到之前有些有瀏海的網友跟我講說 他剪了瀏海之後啊 他其實不太畫眉毛 因為基本上你平常都會蓋著 但我還是會想說畫一下 因為有瀏海有時候不太聽話 可能在外面風大 他就會這樣子跑開來 所以眉毛偶爾還是會跑出來 但是我就是會這樣子稍微的簡單畫一下 不要讓他看起來那麼就是稀疏很可憐的樣子 眉毛完成 然後大家來這邊啊 如果想要逛街 我這幾天發現就是 如果你搭地鐵 從那個靜潘寺站下車 或是南京西路站下車都可以 這兩站中間有一整條路 兩邊全部都是那種廣場啊 百貨公司 各種品牌都有 所以如果很想要逛街 然後買東西的話 其實這兩個點 中間這條路上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可以逛 像如果你從南京西路地鐵站 不知道是幾號出口 二號出口嗎 還是幾號出口 出來 就有一棟很大的Sephora 所以如果你是彩妝空的話 這邊也蠻好逛 那像一些就是精品的品牌啊 其實這條路上也蠻多的 就不怕你找不到你要逛的品牌 就怕你體力不夠 腿力不夠 還有荷包不夠的問題 那眼妝有用我的愛佩莉佩拉的藥果盤 它真的很大一盤 其實我本來想說 乾脆這次不要戴好了 可是我最近對它的依賴度又很高 我覺得 那好還是把它戴著 先沾上面的這個偏黃的顏色 再來用這兩個顏色 掃在窩蟹的地方 再來沾整個畫瓣亮亮的顏色 再來沾整個畫瓣亮亮的顏色 再來用一支細扁刷 沾畫瓣中間的這個顏色 這個比較偏紅的粉棕色 因為我們飯店附近好像有地方的施工 所以大家現在看影片 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點施工性 沾著下睫毛的根部 我們往後拉長綿型 最後用花瓣正中間那個偏紅的顏色 掃在臥蟹下方這個陰影的地方 當作陰影 再來用這個橘朵盤 裡面就是有這個霧面的提亮色 亮面的光澤的打亮色 還有兩個霧面的修容色 先用這個霧面的提亮色 因為我最近淚溝還蠻重的 有沒有 就這個地方 眼下這個凹凹的感覺 不是很喜歡 稍微再透過這個提亮色 去提亮 微微的就好 就是讓它不要在某個角度看起來那麼嚴重 就好了 再來用這個最小格的亮片色 這個顏色很厲害喔 它的亮度超高的 就會用來提亮你的眼頭 像這邊有沒有 眼頭就會亮亮的 而且是很亮 所以眼睛看起來就會比較聚焦一點點 還有你可以少一點點在臥蟹正中間 正中間就好了 剛好讓臥蟹的光澤 稍微有一個 比較暗跟比較亮的差別 這樣它看起來立體感就會再更好 再來用愛杜莎的眼線膠筆 來畫圓形眼線 好 再拉眼線 再來就可以進入夾睫毛的流程 我真的覺得天氣比較乾燥的地方 很好夾睫毛 有時候台灣天氣比較潮濕一點 我說你可能夾睫毛夾了半天嗎 還是很快就倒下來 然後睫毛膏我用了就這個 然後黏出的時候去日本吧 Cosme買的 心肌彩妝的睫毛膏 這是蠻好用的 然後刷起來會有一點點的纖維感 以及增加睫毛濃密的效果 但它那個纖維啊 有時候會不小心黏到你的眼皮 所以就刷的時候不要太貪實 想要這樣很用力的壓 你一壓你就會沾到你的眼皮 結果還是沾到了 可惡 再來修容一樣用橘朵盤 裡面的兩個修容色 搭配的刷具是我最喜歡的 徐玉鼻影修容刷 這兩個顏色 先把眉骨下面這個 蠻草 融落的地方 陰影打出來 有沒有 它其實可以很 大面積的 很快速的 直接透過這個扇形 把陰影掃出來 所以它邊界感是很柔和的 再來呢 鼻頭 鼻頭我就會下手 重一點點 等一下再把它暈開 一亮的兩邊 透過扇形的側邊 快速的把這個三角區域的陰影 這邊有一個三角區域 陰影感如果製造出來 你的鼻子就會比較往中間收攏 看起來比較立體一點 再來臉部外側的輪廓快速的修一修 好 修容也完成了 再來腮紅 用這個LAKA的709 以及徐玉老師的 腮紅刷BOL02 比較小的這支重點腮紅刷 輕輕的掃在眼下的後側 輕輕的就好 我覺得這是腮紅刷 因為它比較小一點嘛 所以拿來畫眼下腮紅這種小小的範圍 剛剛的 那我記得它有出另外一支 同樣形狀 但是大一點 那支就會比較適合拿來畫 臉頰這種 比較大面積的腮紅 所以我覺得功能有點不太一樣 我剛剛不是有提到就是大眾點評這個APP很好用嗎 然後其實我們在上面看到蠻多很不錯的餐廳 都想要嘗試看看 可是就是沒有那麼會吃 就想吃的餐廳真的很多 可是你一天可能頂多吃個兩餐最多三餐 其實就很深 然後在這個鼻子鼻影的地方 鼻頭的地方 再少一點點塞好 讓修容的顏色再變得更自然 融入你的膚色一點點 最後打亮 用這個3C的粉撲打亮點 稍微的 三根的地方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眼下凹陷的這個地方 就可以稍微的拍一拍 一點點 因為它的珠光感其實很細緻 所以你不要近看的話 其實看不太到它的珠光 你遠看就是會覺得 欸你的臉好像很澎很亮 所以這顆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它這個粉撲好處就是它超小的 所以如果你要畫鼻頭這種很小局部的打亮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手指頭這樣子往中間壓 把它這個筋筋的點做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去做局部的打亮 它打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也蠻自然的 再用橘朵盤最亮的這個打亮色 再加一點點重點的打亮 在中間這邊 然後你可以搭配這種很細很小的這種刷具 鼻頭加輕一點 好這樣子全臉的妝容就完成了 只是讓它唇膏 可能出門的時候再擦 然後再來是我的髮捲 我這個髮捲現在放下來一定會很好笑 因為我試過很多個整理瀏海的方法 就是可能早上起來用春風機吹 或者是用髮捲啊 或者是可能用一些定型的東西吧 可是我覺得用這個是最方便的 只是用這個呢 因為你白天睡醒的時候 你的瀏海是會這樣子炸開的狀態 你用這個好處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們收攏之後捲起來 可是缺點就是 我現在放下來給你們看 非常的好笑 就是 它會很捲 然後會跑到我的眉毛上面去 因為其實我瀏海正常放下來的長度應該是在眉毛的下面裡面 像這樣子 可是就是因為它這個捲子比較小 我好像買錯尺寸了 所以剛開始放下來它會先捲上去我的眉毛上面 但是我再去稍微穿一下衣服啊 補一下唇膏 出門前它就會自己降下來這個 比較正常的長度 所以現在就是 就這樣子吧 哇 瀏海真的是很難喔 好 我先去換衣服 準備好了 出發 那個什麼樣子 啦 啦 沒錯 謝謝 我們剛剛從綠人那邊搭車回來 在湖東的上海駐店現在大概站118公里 看整個上海的夜景 跟從外灘看過來感覺蠻不一樣的 由上往下看的感覺又更開闊 準備回家了 賺了 、 ejecu和天蓋